您的 Ping, 和男豬 瘾 和男豬 鱼 吵騎乳 小鯉 肥鱼 冒犯犯 煖 Bean 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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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不是 你最猛的 不給我 有很多 我不是 這次有些 啟動 它很像 我看來 會有些 我不會 我不會 我會 那些 我會 我會 穿 我 拿 20公斤肺 啊,是先过来干吗? 你干吗? 哈哈哈哈 你干吗? 干吗? 嗯 来喽,今天晚上 我们吃金针螺飞鱼 昨天晚上钓的 非常漂亮,那个皮毛 我们先给它敲韵 接下来给它去鳞 罗飞的鳞片还是比较好去的 接下来我们从背后开刀 去旧大的内壮 河里面的罗飞它不会很肥 它都比较瘦的 这里面的黑毛一定要刮干净 罗飞鱼的鱼塞也要去掉 把它肚子刮成这么干净就可以了 没有黑毛就可以了 现在的鱼就处理得很干净了 接下来把中间这条内骨给它砍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它卷起来的 在两旁打一下花刀 然后再给它抹上一点盐 盐不要太多了 一点点有点底味就可以 里面外面都要抹一下 把它放到一个长盘子里面去 我们准备一点葱段 还有姜片 把姜片放在鱼上 上面再放一点葱段 上面再淋上一些米酒 锅里面烧水 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了以后 放上一个蒸架 把鱼摆进去 盖上锅盖 大火蒸7分钟 等待之间呢 我们切一点金蒸料 把这个葱用手把它捲起来 用刀给它稍微压一压 这样它就平了 把后面的切掉 切好了以后放到水里面去泡 姜先改刀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丝 尽量切细一点 尽量切细一点 越细越好 切好了 也放到水里面去一起泡 不辣的红辣椒 先把它切开 去掉里面的纸 也把它切成丝 切好了也放到里面一起泡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酒店里面 经常用的山丝 这个也叫做金蒸料 好了 这个鱼已经蒸了7分钟了 现在呢它基本上已经熟透了 全部都裂开了 可以了刚刚好 我们打掉里面的料杂 打掉里面的蒸鸡水 切好的山丝铺上去 锅里面倒一些花生油 把高油温淋在山丝上 就油滴香 最后一步 淋上蒸鱼籽油 这一道金蒸罗飞鱼就制作完成了 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的鲜嫩的 像这种罗飞啊小孩子特别爱吃 它们有小刺 而且可以一块一块的拿出来 看 雪白雪白的这个肉 孩子们吃这些肉呢特别的放心 它们有小刺 爸爸在这里夹给你 嗯 爸爸这一小头你帮我夹上来好吗 这个是我吃的 这个不是硬特别太小 这个是硬特别的 它有小夹的夹不起来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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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咱好吃 是不是很鲜很甜 是鲜甜甜的好吃 欸!还是它那没有小吃耶 肯定没有小吃 好好吃 好吃 您不给爸爸点赞 点赞 因为她人家我没有 嗯 嗯 好吧 快点吃 你先吃完卵里的 大家 看有没有 你也不用找 你找他 先找他 有点快点吃 皮皮滑滑嫩嫩 肉里滑滑嫩嫩 真好吃 又吃光了 我夹的夹的 搞到我桌子上面 爸爸你看我又吃光了 哇塞 这么大 大筷子 嘿嘿嘿 好吃 汤汤汤的放在 我们超喜欢 我吃这个鱼好香啊 你看我都吃完了 你要不要 我都吃了四次了 你再吃了三次 这个鱼啊特别的鲜嫩 昨天晚上真的去 钓了两个小时 好滋啊 实在太鲜了 河里面的螺肥确实好吃 很多人说螺肥不好吃 你们都没吃到河里面的 你们怎么知道 特别是外地人 这个汁呢拿来拌饭是最爽的 在河里面掉这种公斤飞啊 一年都不一定碰到一次啊 非常非常的难得 嗯 这个蒸鱼籽油啊 拿来拌饭 绝了 超级好吃 这一期我们做的这一次野生螺肥鱼呢 特别的好吃 非常的鲜嫩 哎呦太好吃了 两个小孩都差不多吃完一条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